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群 佩奇,乔治,熊大还有熊二,他们要去买好吃的来聚餐了 出发 乔治和佩奇来到了红色的饮料贩卖机面前 乔治先来投硬币 他会买到什么好吃的呢 乔治看了看,他要选择中间的按钮 哇,掉起来了 乔治好开心啊 他看到上面画了好多卡通的人偶 看上去很好玩呢 哇,这原来是不倒翁的玩具 一共有17个种类 我们会拿到谁呢 还有一颗四叶草形状的清凉糖 诶,这是谁呢 蓝色的,小老鼠 好可爱啊 大家知道这只小老鼠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的,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他的头上还有一个旋转轴 乔治开始和小老鼠玩起来了 他也跟着它一起旋转 哎呀,转得乔治头都晕了 你快点停下来吧 哈哈,他把乔治和佩奇都撞倒了 我们可以让他转得很快很快 像一个小葫芦一样 真好玩 好啦,到佩奇了 佩奇会拿到什么好玩的呢 他要选择第一个按钮 哇,也掉下来了 好像和乔治是同样的玩具 他的是一包红色的 我们来看看 诶,这些都是迪士尼的人物 又会拿到谁呢 也有一颗清凉糖 有蝴蝶结 哇,是米妮 超萌的 太可爱了 也是一个旋转的不倒翁 让他们两个一起摇摆 看看谁撞得更久呢 哎呀,乔治又被撞倒了 好像不分上下呢 再来玩一次 这两个不倒翁太有意思了 佩奇和乔治收获真丰富 熊大和熊二 来到了蓝色的面包超人饮料贩卖机面前 熊大有一张购物卡呢 在这儿滴一下 小狗发出了可爱的叫声 好了,来挑选一个幸运按钮 他选择第三个 哇,这么多美味的零食 太幸运了 看看这是什么呢 哇,是一根可爱的巧克力棒 这是婴儿超人 这儿还有一大堆 哦,是面包超人的迷迷小糖果 都是人偶的形状 还有细菌小子的 红精灵的 甜瓜超人的 甜瓜超人的 婴儿超人的 先来看看面包超人的 有这些图案 一共有四种口味的 再看细菌小子的 还有红精灵的 非常可爱的小图案 甜瓜超人的 婴儿超人的 全部都倒出来了 熊大来尝尝面包超人的这个 嗯,这个是橘子味的 好吃 再来试一下红精灵的 熊大哥爱吃葡萄味的 熊儿来尝下细菌小子的 呼呼,是水蜜桃味的 方包超人的 这个是苹果味的 他觉得两个都很好吃 再来看一下巧克力棒 背后还有一个谜语呢 这个形状的人物是谁呢 大家猜猜看 从这儿撕开 当当,是果酱叔叔 让他们来尝一下巧克力棒的味道怎么样呢 熊儿吃到了草莓味还有巧克力味 到熊大了,赶紧让他尝尝 哇,好好吃的巧克力 草莓味太好吃了 哈哈,真是愉快的一天 他们都买到了好吃的还有好玩的 好的,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玩具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 ,. 我粉丝 用处理